有好的创意 然后由松原别馆主办的 原来如此创意讲堂 邀请到祥隆文创总经理 以多年的经验 分享瞬息万变文创满棚的时代 如何有效运用手上的资源 做好IP智慧财产权的运用 整合市场的需求 再转变成金流 永续发展文创的重要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人 喜欢从事文创产业 但常常无法有效运用 手头上的资源长久发展经营 以及了解IP智慧财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运用 日前松原别馆 特别邀请从事文创产业经营 超过30年的 祥隆文创总经理郑瑶婷 分享职场多年经验 在瞬息万变文创满棚的时代下 如何调整品牌定位 累计品牌实力与辨识度 我想祥隆文创集团 已经在花莲经营松原别馆 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 那我想我们把 祥隆集团的一些文创的经验 利用今天的讲座 分享给花东的朋友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是如何让文创IP 走向文创的前端 那我想这几年 大家都希望可以从事 跟文创相关的一个产业 甚至往文创这个领域发展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何去运用自己手头上的资源 甚至如何去做好它的IP运用 祥隆文创集团在这将近20年的运营里面 那我们如何去整合的一些好的IP 甚至我们引进国外的一些授权 然后接下来我们自己做的自由的IP 甚至我们最近比较大的一些IP的合作 跟国立故宫博物园合作的IP的运用 走向全球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这些案例呢 都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例子 祥隆文创集团投入测展业超过20年 打造巧克力梦公园 恐龙梦公园等IP 经营松原别馆也有十几年时间 这次讲座内容 包含如何整合好的IP 引进国外授权 以及自由原创IP运用 还有跨界IP合作的案例分享等 期盼让更多民众了解如何有效发展文创 创造永续经营的价值 记得讲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例子 考虑 请不吝点赞